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寶 今天呢要為大家帶來一個主題 叫做內觀 首先我要先跟內觀說一聲 對不起 我錯了 其實我去之前我就知道 在這10天是不能夠說話的 然後是連同學就是眼神都不能教會到的 我原本想說應該蠻簡單的吧 結果我錯了 真的很難 這種內在的鍛鍊 每一天你要打坐10個小時 雖然他不用花錢 我一開始覺得好像很棒 然後我工作這麼多人 完全不用管我的手機跟我的平板跟電腦 感覺就是一個身心的大解放 錯了 功課超級多 超級多 但是我也必須很真心的說 我真的收穫滿滿 所以今天才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首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內觀到底是什麼 Vipassana 它呢其實是佛陀在2500年前 所發明的一種 殘坐的方法 佛陀呢也就是 希達多喬達摩 他呢其實不是神 他是一個 跟我們一樣是個凡人 但他是印度北方 很靠近喜馬拉雅山三角下的 世家族的一個 小王子 小王子 我不太對 希達多喬達摩呢 他是印度一個小國的王子 因為他一直覺得說 人世間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煩惱 這麼多的痛苦 然後呢 他其實在29歲的時候呢 決定放下一切的榮華富貴 他有老婆跟小孩喔 但是他放下這一些 然後他就離開了皇宮 然後出去苦修 那在這個苦修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在那個時代 已經有非常多的人在教禪座了 他也跟隨過兩位很重要的老師 在某一次的禪座當中 他看到了 他自己輪回了無數輩子 但是都沒有辦法真的解決到 痛苦的根源 後來呢 他就發明了這樣子的一個內觀法 然後把這個東西就是流傳下來 推廣給每一個就是跟他學習的弟子 所以內觀法呢 的重點其實是要去消除 你所有的煩惱的根源 然後現在在台灣的內觀中心呢 核心人物呢 叫做格印卡 格印卡老師呢 他其實是一個印度人 他在2013年已經離世了 那他也是因為他以前還在世的時候呢 他曾經在緬甸那邊學習內觀 然後他覺得這個方法很棒 後來也成為了一個老師 那就在全世界各地開始 蓋很多的內觀中心 在教跟推廣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呢 雖然是佛陀當時發明的 但是他是不限宗教的 所以呢 你是任何的信仰都可以 像在台灣啊 男生呢現在在嘉義上課 那帶領男生的內觀老師呢 他本身是一個神父 那我們女生呢 上課的地方呢 是跟觀音世界的場地 因為現在高雄 台灣自己的內觀中心 正在整修啦 所以呢你就會知道說 哇其實不同的宗教信仰 都可以來學習這個方法 然後也可以 從這個方法然後得到好處 那所以 痛苦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解決它 佛陀呢就發現了 哇我 輪回了無數的輩子 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痛苦的根源 到底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 人有 喜歡 還有不喜歡 然後呢 這個喜歡 跟不喜歡 就會造成 我們的執著 例如說 我對於我喜歡的感受 我就會有 貪愛 就是呢 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它給我的感受 所以呢我就會希望 這個感受永遠不要消失 我會希望它一直來 一直有 欸如果消失了 我就要再度的追求 再度的追求 所以就很像我們說 喝酒的人 我們會以為他是對酒精上癮 不不不不 是因為喝酒帶給他一個 啊他很喜歡的感受 他對這個感受上癮了 而人只要對於感受 上癮了 你對於他有執著了 你就會開始有痛苦 因為如果我得不到這個感受的時候 我就會痛苦 那痛苦的另外一個面向呢 就是 有不喜歡的感受 當我一有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 趕快把它排除 我會稱恨它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們對於 喜歡的感受 我們有貪愛 希望它不要消失 一直持續 對於不喜歡的感受 我希望它趕快消失 我稱恨它 這就是因為這樣的執著 沒有放掉 所以才會有痛苦 所以那一關呢 就是在練習 我們如何不被 這樣子的感受 給制約 我們不會再對這些感受 有執著 那內關到底要如何練習呢 非常簡單 簡單到讓你有點難相信 觀察呼吸 觀察感受 什麼意思呢 新生呢 如果你去內關中心 你只能上十天課程 十天課程的前三天呢 我們在練習的 就叫做觀察呼吸 這三天呢 我們在練的其實是 自己的注意力 我們要練習 我們只能夠觀察 嘴唇以上到鼻子 這樣的一個三角形的範圍 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這裡 去感受這裡有什麼感覺 我要觀察我自己 呼吸的時候 這一次氣息是從左邊鼻孔進去 還是右邊鼻孔進去 還是兩邊鼻孔一直進去 出來的時候是右邊出來 還是左邊出來 我有任何疏麻的感覺嗎 還是氣息通過我鼻孔的時候 濕熱的感覺呢 還是我現在有鼻塞呢 還是我鼻子癢呢 還是我鼻子突然間有點痛呢 前三天就只能這樣觀察你的鼻孔 目的就是在練定性 練我們如何可以讓自己的心定下來 然後讓我們的注意力可以縮小到這麼小的範圍來 在這三天其實你不只在做這個練習 你同時也會發現你這三天的時候 你有好多很狂野的想法 很多你的心思 你的眼頭不停不停的跑 雖然你只是在觀察你的呼吸 但是其實你也在觀察你自己 內在的頭腦 你的想法 你就會發現到 哇我的心真是一匹狂野的野獸啊 類似這樣子 但是呢 隨著時間過去到第二第三天的時候 其實念頭啊想法真的會越來越少 那這三天就是在練這個定性 有的人熬不過 那這兩三天他就會先離開了 那不是為了我又要拍這個影片 我真的差點穿不過去 好第三天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進到好玩的地方了 我的注意力可以放在這了 欸那我現在可以練習 把注意力放到我全身上下來做掃描 從頭開始 依照他的說明然後慢慢的練習 可以掃描到全身上下 從頭到腳 甚至從裡到外 穿透身體 內內外外的掃描 然後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出現 哇原來我的感受超級多耶 好比如果我每天要做十個小時 在圖團上面打坐 你一定會有很不舒服的感受 你的腳會麻 你的背會痛 然後你的肩膀很痠 然後我不能動 現在有蚊子來咬我 我覺得鼻子很癢 這樣各種你不喜歡 不舒服的感受就會發生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剛才說了 練習內觀的重點就是 在觀察自己的感受 要對感受放下執著罵 所以呢 內觀的翅膀 一個就是覺察 另外一個就是平等心 這個時候在練的就是一種平等心 什麼叫平等心呢 因為呢 當我們這樣子開始不停的觀察 掃描自己全身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很不喜歡的感受 但是我們要練習用平等心看待它 喔我很不喜歡 嗯很痛 嗯很重 我就觀察一下這個會持續多久 喔會消失 那有時候呢 我們也會有很喜歡的感受 例如說 全身的酥麻 喔我覺得我自己就很像是能量的聚合體 喔很多的栗子喔舒服有氣在跑 欸也會消失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是 對於我喜歡的感受不執著 對於我不喜歡的我也不執著 因為他們都是無常 會生起也會滅去 那就在這個當中 不斷的不斷的去練習 我如何放下我的貪愛 以及如何放下我的嗔恨 這個是他們的用語 當我們這樣子持續的練習的時候 把這個智慧延伸到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就跟我們整個宇宙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宇宙唯一不變的真理就是變 但是這只是一個頭腦上的知道 我們沒有真的去體驗 那藉由內觀這麼濃縮的十天的課程 你就會在裡面用你的身體的感受 你就會發現 喜歡的感受會來 喜歡的感受會走 討厭的感受會來 討厭的感受也會走 然後在這個裡面不停的練習 用一種面對無常的平等心去看待這一切 那其實這個就是內觀想要去傳遞的 一個這樣子的智慧 那大家可能接下來會想 我只是去那邊觀察呼吸跟觀察感受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樣子的內觀的方法 運用在生活當中呢 其實啊 我後來自己做這十天以後我發現到 因為我已經在那邊練習到 當我有愉悅的感受 或是不愉悅的感受的時候 我不會立即的做出反應 好比我不會要求他要持續 或者是我也不會要求他要趕快消失 我會進入一個客觀的觀察 用一種很平等的心態去觀察他 所以呢 到我的生活當中 當有一個人惹我生氣 以往我是會直接生氣的 但是現在呢 我會開始去練習 嗯 他讓我身上出現了一個 我很不喜歡的感受 嗯 因為我先客觀的觀察 而在觀察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有一個緩衝可以去決定 重新選擇我要怎麼回應這個人 回應這個情況 所以呢 因為有這個緩衝 我開始不會只用過去的那個循環 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一直在做一樣的反應 我重新有了選擇權 然後重新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件事情真的如我所想嗎 那我到底怎麼回會比較好 那麼開始我們的視角 就會開始變得更廣 然後變得更廣以後呢 其實就會開始有更 更好的決定可以產生 或者是更周全更圓滿的決定可以去做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一關帶給人們 以及帶給我最大的一個智慧 就是面對無常的更迭 以及學察帶給我的一個 同心選擇 然後用一個更周全更有智慧的視角去 面對困難 那內觀為什麼免費 這一點也是我覺得很有趣的 因為創辦這一連串內觀中心的核心人物 格英卡老師 他在裡面也有說 以前他們曾經在美國開內觀中心的時候 他們犯了一個錯誤 因為交這個方法是無價的 但是我吃跟住可以收錢吧 因為如果都不收錢的話 當時美國的人跟他說 這樣子大家會覺得你是不是邪教 你是要來賣我什麼奇怪的東西 你一定是假的 反而大家會起懷疑 所以他就說好 那我就收一點基本的吃跟住的費用 讓你們來上課 後來發現很失敗 為什麼失敗呢 因為當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說我付了我吃跟住的錢 然後就說 蛤 我吃這個喔 蛤 我睡這個喔 這個床有點太硬了 你開始 會對於你很多 你自我的喜歡跟不喜歡 馬上又再跳出來 因為其實那一關在練習的 就是要放下這些自我 放下這些執著嘛 要去消融自我的 可是如果一旦你付了錢 你會有一種等價的感覺 所以你會覺得說 嘿我付了這個錢 我應該要得到我喜歡的啊 反而你的自我會開始越來越膨脹 完全沒有達到消融自我的效果 所以後來呢 他們才會決定 我就不收錢 但是呢 如果你上完這10天的課程 你覺得這個課程真的對你有幫助 歡迎你自由的樂捐 不管是捐錢 或者是說 欸你來當志工 其實都很棒 最後來說一說我的想法 其實啊 2500年前佛陀所見的世界 真的很苦 可是 現在 非常的快樂啊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社會階層 是可以更自由的去流動階級的 然後 其實我們努力 我們認真用心的話 是很能夠去翻轉自己身份地位的 有很多的體驗都可以不斷的再去擴展的 所以跟2500年前的社會條件 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在上課的時候會覺得 哦佛陀有道理 但是 可能也是從他的那個背景來看的 跟我們已經真的有一點不一樣了 坦白說你想像看看 如果你是2500年前 總性制度之下的印度人 你身而為人就是一個奴隸的話 那你確實 一輩子就只能一直付出勞力 一直付出勞力 然後服侍你的主人 那你確實也只能在精神上面去求解脫 放下你對於喜歡跟不喜歡的執著 你只能這樣做了 但是呢 在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努力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之下 其實我們是可以更勇敢去活出自己的 再來第二點 當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就想說 哇那所以一切都是無常 都會生也會滅 那我到底要用什麼心境去看待無常呢 我後來呢 自己得到的一個結論其實是 感謝 因為其實 就算是我喜歡的感受 我喜歡的經驗 或是我不喜歡的感受 我不喜歡的經驗 他們都成為了我成長的養分 在我經歷了這一切以後 我覺得真的是滿滿的感謝 即便那個過程真的 可能很不舒服 也很痛苦 可是那個痛苦 確實也讓我成長了 我的第三個發現 內觀啊 除了剛才上述前面講那麼多的智慧以外 其實它有 滿神奇的副作用 我自己在內觀的十天當中 因為在很深層的禪坐裡面 我進到了潛意識跟表意識的邊界 所以我療癒了我自己 長年的一些身體上的狀況 我的膩額關節障礙 還有我的筋痛 還有我以前運動的傷害 反而在殘坐的時候 打開了身體的自癒力 後來我去跟那邊的同學聊天 也發現有一些同學 他們為什麼會來 是因為他們的朋友 來內觀之後治好了一些病 好比說長年的偏頭痛 差一點因為吃太多的馬杯跟止痛藥 然後開始要上癮了 後來現在醫學 常規醫學沒有辦法再幫助他了 所以他開始去學內觀 結果後來竟然改善了 而且副作用不只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 當你每一天十個小時都在感受自己有什麼感受 那麼你的感受力就會變得超級超級超級敏銳 而且你會感受到很多你看不見的感受 我的靈感靈力大爆發 有非常多的捆到板在那個時候打開了 但我覺得這個都是智慧以外的副作用 但我沒有辦法保證它是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副作用 就是其實內觀它好像看似是一個佛教裡面的方法 因為我們學會了客觀的覺察 所以我們在那個盡心的當中 也開始有了一個更寬廣的視野 可以重新去為你的人生做選擇 你就不會陷入一個無名的輪迴裡面不斷的在做一樣的行為模式 有人批評你你就生氣 有人說你不好你就委屈 各種各種的 所以呢反而會讓你可以跳脫這樣的一個 他們說叫無名啦 但是基本上就會讓你跳脫這樣的一個混沌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提升你的覺察力的一個方法 然後如果你是共感人 很容易會因為別人的情緒就馬上帶動你的話 其實你去練習內觀也會幫助到你 你這麼敏感 欸 那我能不能先觀察一下這個感受 這是從我而來還是從對方而來 那現在面對這個感受 我是要直接跟它一樣共感嗎 還是我可以有其他選擇 你反而可以在那個當中去找到一個更健康的方式去應對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對於這次內觀的心得 所以你會現在才能走到一個更健康的地方 我們還是要走一個更健康的地方 那就是你一個更健康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幫你平衡 那顆壓力的地方